今天约见的时间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切尔西秋年肯尼迪辱华事件 以及此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波澜 英昌俱乐部切尔西呢 在昨天啊 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中英双语的声明 就全肯尼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辱华内容的致歉 声明说 俱乐部不会容忍这种行为 并将对当事人做出严肃的处罚 今年呢 切尔西俱乐部啊 将一场夏季的热身赛安排在了北京举行 本月21号 肯尼迪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其中呢就含有侮辱性的字样 而另一段视频当中呢 肯尼迪拍摄一位中国保安 靠在门上 并且在画面当中标注显显中国的字样 此举遭到了中国球迷的抗议 今天呢 肯尼迪本人也是第三次发表的之前声明 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打算侮辱或者冒犯任何人 肯尼迪的行为是否冒犯了中国以及中国的球迷 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事件 今天的做客 夜前约见我博士的是体育生论员 季雅昂宇来到演播室 肯尼迪这个球员你熟悉了 这球员其实除非是对英超非常熟悉的那个球迷 一般的球迷其实还不是特别了解 他其实来自巴西 生于96年 大概差不多今年就不到21岁 他是切尔西当时从巴西买来的一名小匠 上个赛季一度租借给了别的俱乐部 然后夏季的时候回到了这个队啊 跟他们一起到过来的中国 是 切尔西在中国提热身赛 但是他却发表了这样的不当的言论 可以说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个性质 对 关键这个时间也确实非常不恰当 就是咱们有时候说啊 咱们戏中说咱们中国足球呢 以前开玩笑说我们人傻钱多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起码尊重 尤其在咱过去的上个礼拜啊 我们看到全世界我们知道了很多豪文球队扎队来到中国 对 从那个切尔西到阿森纳到拜仁尼黑到AC米兰到国际米兰到里洋 很多的豪文都到中国来 因为他们都把中国当作他们的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他们的中国的这种球迷包括中国的企业的赞助 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这是个巨大的市场 皮人边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呢可能说了这个话啊 对中国确实不是非常尊重 所以我觉得引起了这么大的学来大波 对 很多的球迷啊情绪是比较基本的 把他并行为是一个辱华事件 嗯 你让怎么看 看的性质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事情我觉得 因为他里面非常明确不像其他比如之前我们也知道过有些事件 可能当时人会辩解 那比如之前我们知道拉维奇有一个所谓的一个风波啊 当时他会辩解 但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明确 因为他当时用那个字眼就是一个非常不雅的一个字眼 而且非常而且咱们知道互联网时代你删掉是没有用的 是因为有有有节评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真的不太好 第一个他来自巴西 你要知道在中国现在咱们说中超联赛里面 最多的外人就是来自于巴西 因为中国球迷非常喜欢巴西足球和巴西这些球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到中国以后 对我们做出这么一个比较挑衅的这么一个言辞啊 第二点在哪 就是我们知道那场比赛其实也是一场 中国球迷去的非常多的比赛 就是我们说鸟窗那场英窗那场特别败 据我所知现场到了五万多名观众 而且球票非常贵 这些球迷到中国来的出场费都非常贵 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啊 地球长你觉得你不能说一方面呢就是说从中国得意 同时又在这种言辞中呢这么不尊重的这点事 那球迷难以解释 其实我有的时候看网友的这个回复 也就是说能够理解这种情绪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网友是怎么来看这个肯定提的这个言论的啊 那一方面这个齐尔西来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球迷的期之若鹜 然后一位球迷就说呢希望该球员反省自己的言行啊 践行正道 真的要成为得意双心的优秀的球员 说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 像是被刺了一道八痕有八痕在的感觉 原来这么爱齐尔西 现在呢这样和他就留着疏远 我觉得这挺有代表性的 就是呃 肯定提的话其实刺痛了球迷 甚至是打破了中国球迷和齐尔西之间的这种共同体的关系 是的 所以你看齐尔西这个俱乐部在事发时候 我觉得他们也是很紧张嘛 当时很快做出了一系列的这种道歉 还有一点我们想说一点 就是有一年我们去当时去 英超去参观啊 在曼城俱乐部的清训基地前上就写着这么一排的这种排比句 就是说他们说年轻球员应该像职业球员那样去吃 那样去训练 最后一条就是什么呢 就像职业球员那样去发这种自己的社销媒体 这点他是非常看守 就是说职业球员不光在中国 在国外也是 你自己发这个自媒体去那些言辞 其实代表的是你俱乐部 但你发的时候可能很随意 你手指头一按就出去了 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结果 是影响了很多中国的齐尔西球迷的感情 是的 就是这次其实肯定是给齐尔西 占一个豪门球队惹了一个大麻烦 嗯对 是的 而且这个确实那个齐尔西你想想看 这些俱乐部刚刚到中国 而且这么看重中国市场的情况下 出了这么一个事情 他们肯定是比较紧张的 嗯是 那么齐尔西和这个肯定迪的抱歉 包括之后的一系列的表态 嗯 足够诚恳吗 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从咱们今天 昨天看的最新来说啊 第一个事情的确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感觉到昨天这个事情呢 他们包括肯定迪本人已经发了三次 这种道歉这种声明啊 包括齐尔西俱乐部 特意在自己网站上用中英双语 发出了一个就是很诚恳的道歉声明 我认为啊 呃 咱们其实中国是球迷 好的 夜线夜间的时间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将会关注 齐尔西秋天肯定迪土华事件 以及此后引发的一系列的